就我自己是有一個經驗 我等一下會給大家看 那我現在先說好了 其實前上禮拜其實我還蠻忙的 是因為就是大陸的出版 新聞出版署的副署長來台灣 那我幾乎就是要跑他的新聞 然後跑了之後我還要去新聞局查證 所以我大概就是在這裡面奔波 然後在這件事情發生的之前呢 他們先舉行了一個記者會 就是Announce Announce說署長要來 副署長要來 然後要舉行一個什麼圖書交易 什麼什麼會 然後事情發生 然後什麼中華文化 blahblahblah 然後圖書量有blahblah 圖書的什麼交易量相當可觀 可上達10億人民幣blahblah 哇這個數字 光數字就可以把我們砸混頭了 就是哇10億人民幣 那不是就是什麼台幣 你負責50億100億這樣子嘛 然後想說 就是你會被那個數字嚇到 然後你又會開始嘲說 哇這次的金額可以到達幾百億 100億的新台幣 這樣子太可觀了 像我們這種窮人 看到超過那個單位要有異計 我們就受不了 我們就會覺得哇這是一個爆點 可是我就從頭到尾就會覺得 啊所以呢 就是因為我心裡就會疑惑說 那你跟我說那麼漂亮的數字 10億人民幣 10億人民幣到底是他們的錢 還是我們的錢啊 我只看到一個交易總金額 10億人民幣 於是我就在那個新聞 然後他新聞稿 我忘記帶出來 我把他帶給你們看 這麼厚耶 10頁的新聞稿 哇我都可以寫不知道幾個版了 如果照抄的話 就是如果我記者 他們就照念啊 就是記者會就照念啊 就是反正關嘛 關就知道就照念 然後給新聞稿 數字好漂亮哦 然後什麼某一本書 100萬新台幣啊 這樣就是 那所有數字都拿來下你的 就規模有多大 然後如果一個菜 你就會被開始 像我就會被驚嚇說 我無法想像一有多大 然後交易啊 可是因為錢對我太大 大叔我非常在意像我這種小氣狗 我就會開始說 那這10億是你們賺還是我們賺 就是10億有多少是我們的 這很重要耶 就是你10億都是 都是你們的錢 那是你們的專 那關我批事啊 可是如果10億是在台灣身上 那當然關我們事啊 我們的圖書竟然有10億 可以被賣出10億的那個價格 那我們出版業不是都專翻了嗎 所以我就開始打問號 太多問號知道嗎 10億你有太多問號可以打了 打完之後呢 我就開始想說 哦 我開始聽不懂了 然後我就結束之後 就開始問 問他那就是台灣的代表 你問出來才發覺有爆點耶 那個爆點就是 他們進 他說他 他要跟政府 就是他脅迫政府提出一個什麼什麼兩岸要簽訂一個什麼什麼什麼協議 然後啊 這件事情大家都不知道耶 那你在記者會你也不講耶 然後叫我有問題的時候 你在跟我抱怨的時候 說你突然透露了這個訊息 我靠 你知道他跟我一句話 一句話就把前面我坐在那邊 十分鐘 不是十分鐘 一個小時 聽他們念完那個十頁的東西 就完全推翻掉了 就是那十頁完全就不重要了 十億是什麼 不重要 不重要 我只知道就是 台灣的圖書 我大部分都是 三成是外文翻譯書 兩成是大陸版權 那剩下台灣做家寫的書 你看佔多少 就是一個很可悲的現象 所以你用十億來虎我 就是我怎麼可能會被你虎到 對 然後我就開始打問號 之後他才給我爆點說 他們現在民間在運作什麼 所以跟官方施壓 所以兩岸要簽訂什麼 那所以你前面一個小時的記者會 根本就不是新聞啊 不是新聞 對 然後所以他後來我就是整個政策 是轉向他後來 我在那邊問的所有事情 那那記者會他們有召開嗎 算有召開沒有 他們是失敗的 可是有沒有失敗呢 也沒有失敗啊 就明天要對政府施壓的那個部分 我們也善盡其職幫他寫出來了 施壓 所以他那一個小時對他們來說算失敗嗎 不算啊 就是他也抱怨到了 他也爽到了 然後我們也拿到新聞了就是這樣 然後新聞局就開始有壓力 被我追著跑了 這樣子 這我要說的是很多人都會覺得 就是把記者會想得太簡單了 那記者會之所以會簡單是因為 你會把自己當達陸記 可是不是當成一個有判斷性 跟你要幫讀者去思考的 的一個記者 因為大部分的人都覺得讀者 或是觀眾都太笨了 他不會去懷疑你的數字 或是他不會去想說 你那數字是不是有問題 你那數字到底什麼意思 如果你沒有辦法幫他去先想到這一點 然後幫他問到 就真的就是 我就說只要公關公司 或是政府發新聞稿就好 也不太需要記者在那個現場 所以記者很重要是 事後的問題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那些問題才是幫讀者 或幫觀眾去解決所有問題的部分 然後還有就是有辦法抓到關鍵人物 他有時候可能出現在現場的 反而不是重要的人物喔 就是他可能只是 例如說廠商代表 或是官方代表 可是你要知道整個新聞事件 最重點最重點也許是 例如說假設今天友達出面了 或是什麼中科的哪個廠商 或是商號縣政府出面了 可是你要先搞清楚這個所有問題的環節 還是在經濟部跟環保署身上 對那如果他們兩邊的代表都不出現 你寫這個公關公司其實是沒有用的 你只能還是去反應友達或是廠商的意見 或是地方政府的意見或是農民的意見 可是真的做決策的那個 真的後面的黑手或是真的決策者 或是整個政策反應的問題 法律的缺失你全部都漏掉了 還有就是必須反覆確認問題跟說法跟查證 因為他有時候在講的時候 就是你呼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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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抄下來 然後你也來不及去思考說他講對不對 然後你可能後來回來就是要寫的時候 才發覺他真的講了這個話 或是這說法是不是有點問題 可是你那時候通常都已經來不及查證了 所以我才說不要把大部分的時間都拿來抄 因為在抄的時候你判斷力幾乎都沒有了 對你必須要去就是對每一句話 你都要就是可能就是聽聽聽 哪些話就趕快抓出來 想說我等一下就要去查證跟問說 你這個說法是不是有問題或是對的 或是你的數字是不是 我可能還要去找哪個部會或是去找誰 再更清楚地問出這個數字到底是不是對的 還有就拼湊出所有故事就是我剛剛舉例的 就是如果當馬英九跟沈世宏他不說話 幾乎沒有互動的時候 那他可能後面反應就是一個 其實才是真的行文或是一個可能政策發展方向的一個故事 而不是表面像你所看到的這個樣子 我覺得當記者還是 或是一個公平記者他重點還是要有好奇心 就是真的對每一件事情都要好奇 然後會想去追跟Jody問說 我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真的這麼一回事 或是我好好奇你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還有我好奇就是 例如說我好好奇總統 你一個思學法律的人到底對死心有什麼看法 或是對釣魚臺的看法到底是什麼 那你的論文可能寫釣魚臺 那你現在的看法是不是又改變了 這是我好奇 如果有一天馬英九在我面前 我一定有一大堆問題問他 對那這基本好奇心是你要發在心裡的 就是可能這次用不到 下次可能有機會 或是你可以慢慢的去挖掘你所知的真相 然後去把你的專題或是這個新聞議題做好 做清楚